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来参加的是丰田一年一度的技术空间活动 那这个活动其实比一般的试车或者是活动的话 能够看到更多的技术细节 你看现场其实展示了很多的技术的装备和切割的一些模型的东西 那今年他们的话题是两台双旗一家的设计 也就是PHEV分别是雷琳和卡罗拉的双旗一家 其实在活动现场是试了车的 那因为之前已经试驾过好几轮也有报道了 那这两台车型最大的特点我觉得一句话可以总结 当他们把插电系统里面的电池电量耗完之后 它就是一台普通的混合动力双旗车型 这是他们最大的优势 油耗什么的也是跟双旗看齐的 那活动现场呢其实展出了很多技术的模型 其实机会难得可以带大家好好的看一下 首先看的是混合动力系统一个核心的大脑叫PCU系统 那这个系统其实是发展了四代的产品 你看横上来看其实看它的体积变化是很大的 那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然后最新的这个国产的混合动力双旗和PHEV都用的一个大脑 那这个大脑的体积真的是很小 那再来看看它里头是有什么内核呢 大家都知道丰田的混合动力系统叫THS 那它目前为止是有两代产品的 区分它的第一代或第二代的最根本的区别 就在这个DCDC变压器 DCDC变压器第一代的产品是288V的 它是没有升压的 然后到了第二代开始 它是加入了一个升压功能 把它升到了500V 那可以降低它的能量的损耗 实际上这个就是区分它第一代和第二代混合动力系统的根本性的差别 但是呢THS二代的混合动力系统它的变压器 它的升压器其实也是经过了三代产品的发展 这是第二代第三代 然后第四代 这是最新的一代 你可以一眼可以看到它的体积变化和集成的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单元 这个叫做IPM叫做智能的动力模块 那第一代产品的时候呢发电机用的管理系统和这个电动机用的其实是分开的 然后到了第二代产品把这两块集成到一起去 然后增加了一个升压的模块 到了第三代你看它又把它集成到一起了 所以技术是在进步的 然后散热的东西也设计到了一起 然后到了第四代你会看到最新的一个变化是很不一样的 首先看到这几块单独的这个模块 那其实它变成了一个小块集成 然后这小块通过一些堆叠的方式布置到一起 然后把这个散热模块再加到一起 它的散热效率是非常高的 那到这里你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它的这个PCU可以说的这么小 你看它的最核心的两个部件 这个和这个都变得很小 所以技术的进步让它的集成程度和它的体积 其实都是大大在减小的 然后看看其他部件的贡献 比如说像电康器体积就变小 然后它电容器体积也有变小 然后到最新的第四代 好 接下来看一下电池 这是第一代的电池包总成 好 我手比一下 你会看到这个电池包的体积确实非常大 而且内部以现在的标准来看 确实是布置会比较多 比较乱一点 然后它的重量有76公斤 看看里头的电芯 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干电池的电芯的模块 然后它后期其实就做了一个集成的改进了 整个的设计就变成了一个方形集成到一起 然后用一个树脂外壳 然后到了第二代 这个还是树脂外壳 只不过它的材质的搭配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然后再看看好 这是最新的目前聂青电池包 这个电池包目前是在丰田量产车在用的 这是用在国产的双型车型上 好了 讲到这里就要看看另外一个电池包 这个电池包叫锂电池电池包 这个电池包其实目前也用在丰田的量产车型上 这两个电池包的差别到底在哪 首先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其实体积 其实现场来看 它体积是没有太大差别的 当然重量是有差别的 锂电池的重量不到25公斤 然后那个聂青有40公斤的样子 而且他们的电量 就单就这两个大小体积电池包来讲 锂电池的电量其实比聂青还小一点 那为什么这两个电池包同时在用呢 而且丰田使用它的逻辑是什么呢 首先锂电池它比较轻 丰田认为在一些需要对重量要求比较敏感 比如说插混车型 需要多个这样大小电池包堆叠的时候 那它的重量不会增加得很大 那它的性能和密度也是更高 现场的工程师跟我讲 这个锂电池就这么个大小的锂电池的成本 跟这个聂青电池的成本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没有成本优势 为什么还在用呢 那聂青电池首先来讲 是它在低温的性能是更稳定的 而且丰田在用这个聂青电池用了这么多年 积累下来非常稳定可靠的经验 对它来讲也是很宝贵的 所以总的来讲 用在普通的混合动力双行车型上 对于性能本身的密度性能要求 并不是那么高的情况下 用这个聂青电池 它的可靠性其实是会更好的 对于丰田来讲 这是目前它最合适的一个选择 来看电机部分电机大概就分两大块 一个是定子部分 一个是转子 那定子这里会有些线圈产生磁场 然后转子会在里面受到力 就会它会转动 产生了转动 这块呢是它的磁心板 磁心板其实就在这个转子里面 它是一块一块一块的磁心板叠加起来 那看看它是怎么进化的 这是第二代产品 体积稍微有点变化 然后到第三代 明显看这个磁心板的形状 其实是在改变的 然后这个体积有缩小 比较明显是一个转子 所以变小了 然后到最新的这一代 明显看到这个定子 这个铜线的形状是发生改变的 这种是一种扁的 这种更加密集 里面的空间会更加小 然后紧凑型会更好 然后这个磁心板其实也在改变 那这一块东西其实挺讲技术含量 首先它的这些切孔 切孔的形状 其实也会影响到它的高密度材料 或者是一些新型材料 稀有金属材料的使用 第二个就是它的厚薄 其实这个总的来讲 这块东西的变化 也会影响到很多贵金属材料的使用的 用量是多少 这个是一个技术降成本的一个做法 然后包括这个铜的这块 这块呢 工程师讲它对于减重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所以它整个电机其实也是减重很明显的一个模块 所以说这次主要话题是这个插混系统和这个混合动力车型 但是丰田其实在这个活动过程中也介绍了它整个的未来的动力技术发展路线 其实在回想10年前很多汽车有各种各样的新能源路线的探索 它们更多的像是在压宝其中一条路线能够发展 但是丰田那个时候一直给人感觉好像只在用这个过度的混合动力系统 包括它后来发展出来的插混动力系统 那现在再来看其实你会发现丰田在每一个可能的跑道上 包括像火的动力系统是他们现在发威的一个跑道 然后插火也是很厉害 包括它的纯电动汽车包括跟比亚迪一些合作 包括他自己这么多年一些摸手其实也是已经很成熟 包括他在日本也开始已经量产了燃料电池车 甚至我还听说到燃烧轻动力的这些动力技术的探索其实都有 那现在来看你会发现丰田是这个世界上 对于任何一个可能的动力发展方向探索最成熟的 或者说不得跑道最多的一个厂家 这个才是它最可怕的地方 也就是说未来无论汽车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它都有可能有后发自然这种可怕的抵刃